今天我們也特別邀請到了我們高雄市國稅局來到現場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我們的現場其實也有國稅局的攤位 那這個有什麼優惠呢 等一下呢我們也特別邀請到了主任來到現場 要來跟大家有一個互動有獎爭達的部分 但是呢主持人在前面呢也要先來推廣一下了 我們今天在現場呢活動的現場 大家現在手機都有綁雲端發票對不對有嗎 如果還沒有的話今天的現場如果你是新生辦 新生辦我們的一個手機條碼的一個雲端發票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後方我們的活稅局的攤位來兌換禮物 那我們今天還有非常多包含了 那我們的現場跟我們的活動北版合照照片上傳到 我們高雄國稅局稅務一達人的粉絲專頁 臉書的粉絲專頁完成留言 還可以再兌換我們一份精美的好禮喔 以及呢我們今天還有捐發票的一個活動喔 捐發票可以兌換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拿到我手上的這張DM 我們後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禮物喔 包含有我們的威秀電影票 加勒服的禮券高潔少女的筆帶以及我們其他一些相關的周邊產品 都可以在我們的現場來做兌換 那大家等一下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鎖取我們的DM 並且到我們高雄活稅局的攤位來做兌換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呢也非常感謝大家 在這邊呢也是要再次特別的感謝我們的高雄捷運 以及原動漫遊夢童舉辦了我們這一次的2020 夏戀高潔動漫季的活動 那在這邊呢也要特別感謝最近借TECCO的聯邦銀行 大力的贊助支持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我們的時間交給我們的財務部高雄國稅局新興基爭所的 鄭鴻仁主任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大家掌聲歡迎我們鄭鴻仁主任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主任了 謝謝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好 很高興喔 我們高雄國稅局 我是新興基爭所的主任吳姓正 能參與這一次高雄捷運公司所辦的這個動漫季的表演活動 那我看見現場也很多年輕人喔 來同月的參加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剛好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做一些初歲的宣導活動 那當然這個一定是有好康的啦 所以我待會我講完以後 我們會有提供幾個有講問答的題目 那是會贈送一些精美的禮物 那所以我這邊先跟各位來報告一下 我們國稅局有些什麼樣的好康的一些活動 那特別我們今天辦這樣的一個初歲宣導的活動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買東西 你一定要收取統一花票 這個收取統一花票你養成這樣的習慣 不僅讓商店他們也會養成開花票的習慣 那對國家的稅收有幫助 那對我們個人拿花票的人 他其實也有很多的好處 我想現在大家都知道可以對獎 而且獎項是越來越多 那另外我們國稅局一年也會辦很多的這樣的活動 你把你所所取的花票也可以拿來兌換我們很多精美的宣導品 那今天有特別提供那個佳樂府的領券 還有電影票等等還有很多的一些宣導品 那另外我們現在的統一花票的對獎的方式 也是越來越進步 以前你大概對獎就是到郵局啦 或是到銀行啦 超商 那現在的對獎的方式越來越方便 你不僅可以到四大超商去你美聯社 全年都可以 還有一個最簡便的方式 就是你用你的手機下載 統一花票APP的對獎這個程式 那你就不用自己來對獎 你去買的東西所拿的統一花票 你把它存在你的載據裡面 就是你用你的手機條碼 或者是一卡通 還有那些信用卡當作你的載據 把它存在裡面 它就可以自動歸戶幫你對獎 那你中獎了以後 它還可以幫你跨波到你的 匯到你的一個銀行的戶頭裡面 所以非常的簡潔 這個是科康 讓大家知道 那還有一個科康的可能很多人不瞭解 我們如果你是所取的花票 我們花票有很多種類 有的是用所寫的紙本 還有那個收銀機的花票 還有電子花票 還有一種叫雲端花票 就是要用載據來儲存的 如果你所取的花票是雲端花票 我們有一個專屬的獎項 只有雲端花票才有的 其他的花票沒有 那這個獎項很豐富 這個專屬呢 你除了可以對其他的獎項 還有一個專屬的獎項 他的一百萬的獎 我們有提供十五組 兩千元的獎 有一萬五千組 還有一個五百元的 五百元的專屬獎 有五十萬組 所以他的中獎率也蠻高的 我上一期 剛剛中到五百元的專屬獎 所以我想說 這個獎項率真的蠻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 用雲端花票 盡量用雲端花票的方式來 來搜尋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好康的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夏天的時候 蠻熱的 現在民眾過買冷氣啊 冰箱啊 還有那個廚師機等等這幾個 這個除了你 除了你買以外 現在我們的政府 還要提供一個很大的優位 就是你如果是買的 一級二級的節能 這三種東西 節能的家電 還可以退後補稅 最高可以退到兩千塊 所以請大家 如果你剛好 在這個季節裡面 你有買這些家電 是屬於一級二級的家電 節能的家電 你要記得來國稅局 申請退稅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那還有我們現在 因為政府考慮到 不同的民眾 他的負擔 所以有很多家裡 有比較廉長的 那些要需要長照的一些長輩 那他所花的費用相當的高 所以從今年的報稅開始 政府就多一個 你申報所得稅的時候 可以扣除 長照的扣除額十二萬 十二萬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好消息 跟大家講 因為稅務 畢竟是比較專業一點 所以如果你在 課稅的 遇到一些課稅的問題上 你覺得 對你來說 不太容易去處理 又覺得好像 不是很 覺得課得好像有點冤枉 你只要想辦法去承襲 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 國稅局 有設一個 叫做 納稅義務人的保護官 叫做納保官 你可以找這個納保官 他就會主動的來協助你去 解決你這些稅務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被課冤枉的稅 他會協助你怎麼樣去 讓他可以來有一個圓滿的處理 讓你可以減輕你的稅務 這個是我們現在 一些國稅局的一些 好康的做法 相信 大家多一點這方面嘗試 對你來說 或多或少 或是你的親人朋友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 藝術 一樣的幫助 你如果碰到的話 好 那我就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那也很歡迎 你們可以到國稅局的 後面的那個 我們的一些攤位 來拿你的花票 來兌換一些金門的宣導品 那我們募造的這些花票 我們都是要捐給公益的團體 幫助他們 他們可以用花票去對獎 增加他們的公益的經費 所以今天大家所捐出來去兌換的這些花票 我們都是做公益用途 所以你看 你又可以做公益 又可以拿好獎 好 謝謝各位 掌聲謝謝我們的主任 謝謝 欸主任 我們先在台上留步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想要邀請我們的處長 我們的王國燕處長 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來跟我們的主任 一起來進行可影的動作 那我們這個一起在旁邊 來主任跟你收一下麥克風 處長幫我們往中間一點點好不好 來我們全部一起往中間一點點 對 來我們那個看板 幫我移到另外一邊好不好 好 來我們兩位長官 幫我站在中間的地方 來幫我一起看一下我們正前方的鏡頭喔 好不好 來正前方的攝影師朋友們 麻煩幫我捕捉一下我們這個畫面 好來看一下前方 1 2 3 來我們正前方有沒有看到 穿著高雄捷運的那個攝影師 來麻煩幫我看一下那邊的鏡頭 幫我比個讚好不好 來攝影師幫我捕捉一下這個 難得的畫面 今天很難得呢 邀請到我們高雄國稅局的長官 我們的曾主任來到了現場 跟大家宣導一下我們的畫面 好 那我們最後再謝謝我們兩位長官 掌聲謝謝 也謝謝我們高雄國稅局的我們的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有獎問答 那我們請主任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來我們的有獎問答 那我請主任來 我們回到舞台中間好不好 來主任 我們一起到舞台中間 那等一下我請主任來幫我挑選人 好不好 可以嗎 好不好 好來現場的朋友 等一下呢 通關秘如我們今天一樣是高節 好不好 好嗎 可以嗎 等一下1 2 3之後 等一下想要搶答的朋友 準備好了大聲的喊出高節 好來我們首先第一題的問題呢 第一題的問題 我們剛剛呢主任宣導了非常多 關於我們統一發票 雲端發票 以及其他的一些能源效率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題很簡單的 請問一下 統一發票多元的對獎方式 關於五獎跟六獎 請問一下可以到哪處來領獎 這是選擇題喔 來 第一個選項是四大超商 第二個選項是美聯社 第三個選項是我們的全聯福利中心 第四個選項是我們的統一發票對獎APP 第五個答案是我們的以上街市 好來現場的朋友知道答案 你先幫我舉起你的手好不好 這個好激動 好來我們現場的朋友等一下 就由他來回答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說有個通關密語要喊哪兩個字 沒有錯 好答案是什麼呢 以上皆是 沒有錯 來我們請我們的獲獎的朋友 幫我到我們的空台旁邊 幫我簽收一下我們今天的禮物喔 今天準備了六份禮物對不對主任 對 準備了我們今天由高雄捷運特別提供的一個 就是特別的獎品要來送給大家 來再來第二題喔 請問一下財政部其增加專屬獎 包括了我們的百萬元獎十五組 兩千元獎一萬五千組 以及五百元獎五十萬組 請問一下專屬獎是針對哪一種發票 好這個我覺得大家都知道答對了 主任我們等一下 主任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等一下數完一二三看 高潔你再來選好不好 不然其他的朋友都還沒有舉手 就沒有機會了 來現場朋友準備好了 一二三 好 戴帽子 舉帽子的那位嗎 是後面那個對不對 藍色的 來就是你了 來藍色的 來對 來吳先生往前 來請問一下 是哪一種發票呢 雲敦發票 來恭喜我們一起到我們的空台 來領獎了 有專心聽喔 對有專心聽 剛剛有專心聽我們主任介紹的 這些答案絕對都答得出來喔 再來我們的第三題 106年12月28日期 我們開始實施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請問一下 國稅局社有什麼樣的人 來為民眾做專業的服務 選擇題 這是選擇題 因為大家可能有點困惑 來 一是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第二個選項是 消費者保護官 來現場朋友 我們剛剛題目是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答案對不對 好 準備好了 主任準備好了嗎 好 1 2 3 來 光線有點太強了對不對 好 紫色衣服的阿姨 來往前一點點 來現場的朋友 我要跟你們說 你們剛剛的聲音都不及格喔 好不好 等一下要再大聲一點點 是什麼 第一個選項 大保官 對不對 來恭喜 來我們一樣到我們的空台 來領獎了 再來我們的第四題喔 第四題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好 OK沒關係 來我們的第四題是我們的 購買能源效率第幾級 和第幾級的 新電冰箱 新冷暖氣機 或是新除濕機 可以申請 退還貨物稅 來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 來 看到我們的上方 都有提示 雖然字稍微有一點點小 好 來主任也準備好了 現場朋友 我要聽到你們的聲音喔 不要只是舉手 揮手 沒有用好不好 現場朋友準備了 1 2 3 來 我們這位美女來起身 來到台前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也要到我們的 右手邊來領獎 來 請告訴我是第幾集 1跟2 對不對 來恭喜我們得到我們的獎品 一樣要到我們的空台旁邊 來做簽收的動作 來下一張 好 來 跟這個我們的宣導有關的 來請問一下喔 108 108年的年度起呢 我們綜合所得稅 增定了身心失能者 長期照顧 特別扣除額 請問 每人每年定額 多少元 來 現場的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沒有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會邀請你到台前來 看得非常的清楚 好不好 遠方的朋友看不清楚也沒有關係 先舉手就對了 準備好了 1 2 3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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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口罩穿裙子的那位嗎 來 來 黑色上衣的小姐來往前 靠一點點 好 來告訴我 每人每年定額扣除款是多少錢 12萬元 沒有錯 來幫我到我們的扣台旁邊 來領獎了 所以我就說你們只要舉起手 讓我們的主任注意到大家 就可以獲得了 好 最後還有一題喔 最後一題呢 其實這題其實算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避免我們 因為現在詐騙案很多對不對 那我們有一支是反詐騙的專線電話 上面沒有答案 現場有沒有知道的朋友 知道的朋友先舉起你的手 真的知道答案的喔 真的知道答案的 來 來大家現場的朋友看著我的手 真的 知道 答案的 好不好 真的 由我來跳是不是 主任是不是那個燈光有點強對不對 哇眼睛負荷有點重 來 現場不知道答案的仔細看著我的手好不好 反詐騙專線電話要打幾號 你去提款的時候上面都會有好不好 是 多少 來準備好了 1 2 3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是尖叫還是高潔 喊高潔 喊高潔好不好 來準備好了 1 2 3 好我看到 好好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主任剛剛那麼為難了對不對 不知道要選誰對不對 好我有注意到一位朋友 那個拿著米奇的頭套的 來往前一點點喔 來大聲的喊出來是多少 幾號反詐騙專線 1 6 5 恭喜我們的 這位小姐來一樣到我們的空台旁邊 那我們再一次的掌聲謝謝我們的鄭主任 謝謝 也非常謝謝我們今天國稅局帶來很多的宣布宣導 同時呢他們真的帶來非常多的好禮給大家 大家